欢迎回到一点新闻,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金融管理局宣布从明年2月起 新加坡储蓄债券的个人申购顶限将增加一倍 从原来的10万元增至20万元 另外,国人也可以通过退休补助计划的存款 来购买储蓄债券 金管局今早发布文告,宣布这两项新措施 自2015年10月推出储蓄债券之后 已经吸引了近10万人投资 总投资金额约37亿元 在这期间,不少国人表示 希望能够使用退休补助计划的资金 来申购储蓄债券 在考虑了公众的反馈之后 金管局同相关银行合作 允许投资者从明年2月1号起 通过各自的退休补助计划的银行平台 申购新加坡初步债券 最低申购额500新元 而申购顶限则调高一倍 每人最多可购买20万元储蓄债券 明年3月,金管局也将推出 一个储蓄债券平台 让投资者透过互联网 查看自己的储蓄债券投资 感谢观看